吃吃吃 还在这吃啊 菜肛上 快趁热吃的 我不吃啊 有什么好吃的 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妈答复啊 这什么答复啊 装什么啊 婚还结不结了 五十万彩礼什么时候给啊 这事就咱能不能再什么 不能 我家就我一个女儿 五十万彩礼也不多吧 不多啊 也就是我八千一个月的工资 交完方舟每天吃泡面 一月存五千要存八年零四个月 二十五岁 你也该存个五十万了吧 我二十二岁毕业 到二十五岁我要存五十万 那我每年要存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万 又没多少 你没钱可以找你爸妈要啊 要 当年我爷爷娶我奶奶用我半兜米 我爸娶我妈用我半兜米 如今我娶你 我看得要我妈半条命啊 那你也不能扭头就走了啊 下午可是跟我爸妈一起吃饭 你倒好 屁股还没有做热闹 一个人就走了 那我还带着干嘛呢 我自打进门那一刻 你妈也正眼看过我妈 人家正常去家里吃饭 都是那种工作怎么样 父母怎么样 你家倒好 车子房子彩礼 那是盘吃腻的啊 你走了就是你不礼貌 我去菜市场买肉 我问师傅这肉多少钱已经 师傅说五十 我说便宜点 四十斤 他说四十斤你拿一块吧 我说行 假如我一来 我问师傅这肉多少钱已经 师傅头抬也不抬手 五十万你爱要不要 那我还疼什么呀 那我肯定是扭头就走呀 什么肉啊 伤心边了 哎 我真的是尝到吃不到那块的 我就饿死了吗 我妈不想让我家过去受苦啊 你妈疼你 我就是后妈生的了 我妈就忍心看着我为了五十万彩礼 卖身卖时间卖力气 坐房东车都像苦力一样是破账 爱是相互的 你都不付出还口口声声说爱我 那你付出过吗 我家出彩礼 你家出家装吗 那彩礼和家装也是相互的呀 他是两个家庭对一个新家庭的帮助 而不是一个家庭去扶贫另一个家庭 五十万 你们口张的轻松 可这背后对我来说就是 无止境的压力和负担啊 你怎么不说是你无止境的动力呢 看来你压根就不爱我 对对对我不爱你我不爱你 我哪敢爱啊 你这么贵我哪爱得起啊